在四川成都东坡街道的双新路社区 有一家养老服务中心 每到饭点 真正香味便从院子里飘出 院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匾 上面写着长寿食堂四个大字 在长寿食堂牌匾旁的价目表牌子上 写着60岁以上的老人早餐5元 午餐和晚餐均为10元 80岁以上的老人早餐仅需2元 午餐和晚餐均为8元 90岁以上的老人 三餐可免费食用 11月26号 记者来到这家养老服务中心 了解长寿食堂的背后故事 成都东坡街道双新路社区 党委书记曾经林介绍 双新路社区在2018年牵头成立长寿食堂 凡户籍地在双新路社区 且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 均可享受长寿食堂就餐服务 就餐实行电话预定 次日自行就餐或送餐上门 两种就餐方式 我们社区就扮着长寿食堂 专门给他们实行这种送餐服务 这样子就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防防兴兴地 出去走进房友旅游这些 让他们在屋头有饭吃 这样子给他们也奸生了很多负担 曾经林表示长寿食堂坚持政府补贴一点 企业赞助一点 商家支持一点的经济保障模式 确保就餐服务的可持续稳定运行 截至目前长寿食堂为空巢 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订餐 送餐服务12000余次 为上门就餐老人服务3000余次 作为送餐服务是我们动员我们的公益性岗位 公益性岗位对他们进行免费的送餐服务 因为90岁老人他不可能到你这儿来吃 所以送餐服务送过去 他们也感觉很方便 廖家富是长寿食堂的一名送餐志愿者 到了每个工作日午饭和晚饭的时间 他就会放下手里的工作来到长寿食堂送餐 廖家富告诉记者 在送餐的过程中 他也会主动关心老人的身体状况 并把情况及时反映给老人家属 做到双方的密切沟通 现在吃的人有些确实是家人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时间 我们现在送的只有两三家 原来是星期一到星期天都送了的 都送的后来 等于他们有些家人提出 就是说星期六或星期天 就是说给他们的家人的 这个就是团聚时间 让家人弄点好吃的 温馨的这些饭菜给老年吃 所以说星期六星期天 所以说就没送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